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首先跟大家讲第一个问题 就是习近平连出两招营造党内团结 大家知道在中共的二十大闭幕式上 出现了一幕就是前中共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 胡锦涛被驾驶会场这一幕 当然大家从视频里看到 胡锦涛原来是想看他面前的名单 结果在旁边的律政司阻止 接着有两位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 将胡锦涛隔离这个会场 这一幕引起了国际舆论非常大的震动 和诸多的揣测 因为由李克强和汪洋这两位 只是67岁现任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按照中共党内所谓的七上八下的潜规则来说 他们可以保留政治局常委的职务 谁知道两个都是裸退了 再加上二年只有59岁做过两届政治局委员的胡锦涛 今次只是降职为中央委员 就由政治局里面除了名 本来政治局是25个成员的 只剩24个 少了一个就是胡锦涛 所以有一种说法就是团派团灭 团派团灭 所以这件事就造成了党内很大的冲击 另外呢 外间观察家一向都习惯 将中共党内分为习派 江派就是江泽民曾庆红那一派 屯派 这个所谓的熊二代 就是这些派别 在过去几年中共也有几份决议 会议公布 盛赞习近平解决了多年在党内 需要急需解决 但是一直都没有解决的难题 这个说法来说呢 当然是对习近平的歌颂 但是另一方面呢 可以显示一件是对江泽民 胡锦涛的贬低 因为党内存在很多 就是多年是需要解决 而上面解决得到的难题 那由习近平解决了 那这个当然是习近平的功劳 但是过失由谁负担呢 那当然是由主政十三年的江泽民 或者是做虚军十年的这个胡锦涛 和幕后垂念庆政的江泽民 他们要负责了 所以就是说呢 在这个 今次就是江泽民逝世之后呢 习近平啊 采取高规格 来到他的状怡 追到这个规格 还有呢 对他的赞美 赞扬里面呢 是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因为如果根据他头头所说 习近平解决了很多 党内长期需要解决 而未能解决的难题 那这些就是对江泽民的 其实就是一种指责来的嘛 所以应该他逝世了 对他的评价 不会有那么高的嘛 谁知道里面呢 在整个道辞里面 对他的评价呢 几乎可以说到 江泽民是十全十美的 伟大领袖 甚至乎里面呢 江泽民没有带过那个日兵 打过那个日仗的 因为做过中央军委主席 所以呢 就将他封为 无产阶级的革命家 政治家 军事家 内教家 那连军事家都同为上去 所以在这么高的评价里面呢 就为了什么呢 为了安抚 争取江派 包括了现在曾庆红为首的 那些江派人马的支持 所以呢 这个高规格去追导江泽民 和这个评价超高的规格 来去评价江泽民呢 就是为了要争取得到这个江派 他本身的凝聚力在书 好了 那么这个是第一招 第二招是什么呢 第二招是 今天刚刚收到消息 就是中共中央这个决定 同意这个 胡凯峰这个同志 就担任河南省省委常委 和这个郑州市的市委书记 众所周知 就原来呢 胡凯峰就在浙江担任 泪水的这个市委书记 那些是属于政厅级 正共级而已 但是呢 这一次呢 一去到做这个 河南省的 这个 河南省 这个省委 常委 就是 郑州的市委书记 郑州的市委书记 郑州就是河南省的省会 那就变成了 这个 副部级 由政厅级 就升到上去 这个副部级 那就提升了一级 这件事呢 是表明了对这个 胡锦涛的一种 敬意 亦都是对团派的一个 就是 拉拢 所以说来说 就是 通过 这个 高规格 追悼 评价江泽民 能够团结这个 江派 通过 委任 胡锦涛的儿子 胡海峰 做副部级的 这个 河南省委常委 这位 郑州市委书记 这个 亦都是对团派的示好 现在也有消息传出来说 有机会 胡春华 可能被委任为 国家副主席 那这件事呢 就是 他 虽然是 没有 这个 做到 没有联任政治局委员 只是普通的中央委员 但是呢 都安排回一个 国家副主席给他 这个 也是 这个团派 一个 大手笔 有些人问 喂 中央委员可以做 这个 国家副主席 那 有什么所谓 以前的名利人 表面是 党外人士 都可以做国家副主席 是吧 这个 宋兴玲 都是党外人士 都可以做国家副主席 何况 任任国家副主席 王歧山 也都是 连中央委员都不是 一样可以做国家副主席 所以呢 如果 胡春华做国家副主席 这个成为事实的话 更加证明了 这个 安抚团结 这个团派 又是一个大手笔 是吧 至少 现在被证实的就是 胡锦涛的儿子 胡海峰 官升一级 由这个 政厅级 升为副部级 河南省委常委 郑州市委书记 这个已经是 看得到 这个 一个 这样的大手笔 所以 就是说 共产党的观点就是 团结就是力量 党的团结 才能够加强他的执政能力 加强他的统治基础 所以就是 最近来说 我觉得 这个 习近平 高规格 这个去评价追悼 江泽民 和提拔这个 胡海峰 这两件事情 对于 党内的团结的 营造 的而且确是 这个 出了一个大手笔的 那这件事情 就关心中国时局 这个走向的 这个各位 就不妨 就加以留意 多谢各位